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参加了各种活动 在我学习中国文化和各国文化当中 同时我也把自己国家的文化宣传给各国的朋友 我在2022年获得了汉语国际教师本科生奖学金 而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考上这所学校 走在校园里可以给我一种温馨的感觉 而且华师大的老师和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 这让我知道了 爱在华师大并不是在口头说说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